希望透过讲座让台东的民众更认识自己的健康 由台东县中医师工会理事长黄俊杰办理 也邀请民众可以踊跃的前往参加 台东县中医师工会有鉴于民众对于中医的认识跟了解不深 那对于中医的实用也逐渐下降 因此我们台东县中医师工会举办了一些养生的讲座 来提高民众对于中医的认识以及平常养生的保养 地点是在台东县文化处艺文中心演讲厅 我们第一场是在5月21号星期六下午2点 由慈济医院关山分院中医科主任沈亦颖医师 来为各位民众讲解中医护好心这个题目 每一场的讲座之后 我们会送给参与的民众一份精美的小礼品 连续三场参加的朋友 我们会额外赠送沈亦颖医师的著作一册 欢迎各位民众踊跃参与 总共有三个场次 首场就在5月21号登场 由沈亿颖医师来主讲中医护好心 沈医师现为慈济关山分院的中医科主任 民众若想要更了解内容 可以在5月21号当天下午的2点到4点前往聆听 东台讯文部温格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